千人千面的秦陵兵马俑 他们的原型究竟是谁 那是不是每一个兵马俑 它都是对应了一个真人的原型呢 当然有很多可能 跨越两千年之久的旷世奇迹 隐藏其间的工艺技术 至今依然无几 里面完全空心 那怎么能找到重力支点呢 秦始皇帝陵 也藏于地下的真实规模相比 高耸的皇陵风土 不过是冰山一角 秦始皇陵墓 现在我们探测占地面积呢 超过了50个平方公里 在当初呢 这个图蛇马坑 是覆盖在秦陵风土地之下 后来风土由于人为了 切削呢 变小了 不是马坑才歪漏出来了 沉睡的皇陵地宫 是否真如传说中那般神奇 这个地宫里是真的有 水银筑成的江海吗 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计划把地宫打开呢 如果一定要让我加上个期限的话 我希望是 庞大的皇陵之中 世界第八的奇迹兵马俑 其实并不孤独 那有没有可能 他把生前生都过的地方 咸阳宫 也完完全成半径的秦始皇陵 威国的风土 各种象征的官属机构的陪葬坑 它带给我们后世 不仅仅只是一座风土 作为中国第一个帝王 为他守灵的兵马俑 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他又把什么样的世界 带到了自己的林墓里 我们能找到答案吗 兵马俑 秦始皇的地下军团 数千个兵勇栩栩如生 每一个细节都令人惊叹 哇 这一尊的姿势和别的不太一样 秦勇呢 他的雕塑艺术的最大特点 就是写实 你看他每个地方呢 都跟生活中是一模一样的 哇 他这个鞋底的细节 每一针感觉针眼都做出来了 针脚你看 脚后跟和前脚掌要纳得密一些 脚心疏一些 你要穿过千层底的话 你发现鞋就是这样子的 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带 如此精细写实的陶勇 是否制作他的朗语 就是一支真实的军队呢 也许只有亲手去做一个兵马俑 才可能解开这个谜题 基因 敌人 主持人 保持人 细一 不能解开这个 主持人 但是 有些不关系 和 许多 虚实 别的 可 自权 反倒 跟我们在坑里面见到不太一样 更接近现代的这种更立体的感觉 做这个过程当中尽量把这个结构完美它 老是复制它 能够提高 我们的项目主要是复原研究 清代的兵马俑的制造过程 制造工艺 回溯兵马俑制造的过程 用清代的原料 用清代的工艺 做成一个和清代的套用接近的一个作品 然后认识中间的很多的细节问题 这个其实对我们现在进一步认识 冰马俑的这个艺术价值科学价值 有很大的意义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您在恢复和保护冰马俑的这些过程里面 在做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复制 而是再重新把它优化和美化 是 张老师这时候就想问您 真正的冰马俑出土的时候 是不是会有非常丰富的颜色 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才是做泥膜的这个阶段 泥形的这个阶段 做完以后后再烧 烧成桃的 才去根据它的真实的颜色 来上彩绘 就像你在坑里面看到的这些 保持有彩绘的这种桃油 它要根据这个皮肤的颜色 五官的颜色 衣服的颜色 上各种颜色 呈现给我们是一个逼真的 接近真人的一个现象 那这个是什么呢 像像别人团一块似的 对这个是它的底座吗 做陶俑的一个裙子 这是裙边 它有裙边的这个部分 用泥条盘柱的方式来做出来的 从底板到脚到腿 移植上去 全部整体的那一条盘柱起来 最后再塑造完全这个东西 里面完全空心 完全空心 怎么能找到最准确的支点 重力支点呢 它当时的技术和工艺能达到这样好的一个 所以这个就需要制作的工匠 它来拿捏支点重心这个部分 这其实是做这个汤油最关键的部分 我们学的教授 全都是一种欧洲的一种训练方法 像这么大体型的油 全部都搭骨架 没有骨架都立不起来 这个完全是空心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 欧洲的雕塑的方法和这个雕塑的方法 是不是这个会更难一些呢 确实难 雕塑起来确实难 做这个淘气 中国这种新世纪时代 就开始用这种泥条盘柱的方法 来做这个器物 是一个铁马泳的方法 它肯定是跟一般的圆形 或者规则型的器物 不一样的 或者规则型的器物不一样的 或者规则型的器物不一样的 所以这个东西最适合于做这种 蓝统的雕塑 古法的创造 对 制作冰马泳的工匠 使用的居然是距今五千多年前 新世纪时代的盘柱法 这多少让我感到有些意外 这个难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既然那么难 我们要不试一下 好 这个眼睛大概做出来 还有个啥 这个东西干啥呢 刮泥 对 这样就出来了 先做减法 加减实劲 反正是过来过去的用 大概就把这个形状勾出来 把那法丝你看 这个东西编织起来它非常有意思 来 你扎个头发 现代神本要大家瘦一点 可以 坚硬一点 你随便 这感觉就错了 八千多件桃涌 每一个细节都精雕细琢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这么多的桃涌 却没有一张相同的面孔 真的是千人千面 每一个形象 哪怕现在已经 颜色都已经掉了 还是觉得每个人活生生的 那每个人又长得不一样 那是不是每一个 冰马俑其实它都是对应了一个真人的原型 我们和很多的雕塑家进行沟通 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原型 没有模特的话 制作的时候会走样 会走形 失真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个桃涌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都会发现它有一种美感 都很自然 它还要保持各个五官比例的协调 应该是每一个桃涌 都会对应一个原型 会对应一个真人 这等一下复制了一个真人在 应该是这样 八千多个桃涌 那就需要八千多个真人做个原型 冰马俑的原型 又会是谁呢 当然有很多可能 也许这个工匠根据他们身边的人 比如说互相参照 也有种可能 秦始皇把一支军队 拉到建造这个陵墓的这个现场 来制作这支冰马俑军队 真实军队 无论这些面孔 是属于当年辛勤劳作的工匠 还是浴血沙场的秦军将士 历史没能记下他们的名字 但他们的面孔 却在江人的指尖化作永恒 留存至今 每一张命容背后 都是一个曾经鲜活的灵魂 他们寄存于秦友 穿越千年 仍能与我们 宁神对望 它有消费一切 最高的大的 而且是不 sû 一样的 刘文NBA 从岁是登岁的 复兰 语法 刘文NB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要找不到了 两个土包了是吧 嗯 不过我听说在咸阳宫的东区 有发现用石头做的铠甲 我在秦岭也发现 类似的东西 石头做的铠甲 而且李斯列传里也提到过 秦始皇的咸阳宫中有 杂技艺人的表演 在秦岭里面 也有这个坑吗 在秦岭里面 也有这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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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秦岭里面 的丁住 在秦岭里面 的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秦始皇帝陵出土的 铜山马里边的后边一辆二号车 总长是3米17 高是1米06.2 整个车辆的总重量是1241公斤 一顿多 二号马车的总配价一共是3200多件 3200多件 这辆车就是秦始皇平时从咸阳光出来的时候做的就是这辆车 铜山马呢 它是按照秦始皇御用马车的那个形状铸造的 它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什么呢 铜山马是出土在秦始皇陵风头西侧20米的地方 在当初呢 这个铜山马坑是覆盖在秦始皇陵风头地之下 后来风头由于人为的切削呢 变小了 铜山马坑才外露出来了 这也是铜山马坑呢 为什么没有被后人倒扰的一个重要原因 秦国扫灭六国后 将之前进现于本国国内的一整套统一制度 逐步推广至花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史记秦始皇本记》记载 一法杜横十丈尺 车同轨 书同文字 而秦岭铜车马就是这一改革的极大成者 咱们都知道秦始皇陵是从秦始皇一即位就开始修了 但是铜车马的制作应该是统一以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举例说一个马龙头 它的零部件最少的一个是180多个架 最多的一个是20几个架 马龙头都是用金银 一间金一间银用子母扣 把它连接起来的 这个子母扣要做成傲面和突面的子母 打磨以后紧紧的密的咬合 断面这个支对面只有4个毫米 在这个4个毫米上面 我们再要打出一个1毫米的孔 再用1毫米的铜丝把它穿起来 作为一个销钉 它的制作工艺是十分高超的 二号车的车盖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车盖是铜的车盖 但是在古代它是丝绸制作的车盖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的是真丝纹室所彩绘的图案 它为了表现出丝绸的薄和柔韧性 从侧面看上去你可以看到散工所织起来的一棱一棱的那种棱线 这个铜盖的薄厚最薄是1毫米 最厚是4毫米 要做从2米2平方 1毫米到4毫米 薄厚的铜质构建 在当时是十分不容易的 就为什么呢 铸造的时候它有一个模具 铜叶是胶筑在模具里边那个夹层中的 缝隙当中 对对对 这个缝隙由于只有1到4毫米厚 铜叶胶筑的时候它留不到就冷缺了 表面出现了好多孔洞 对 所以说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铜构间的铸造 是我们现在也难以想象当时的人是怎样制作 提供精神娱乐的白系勇 维持王朝行政运转的文官勇 承担出行任务的铜车马 再加上负责守卫帝国的兵马勇 秦始皇将他所生活的世界 几乎一丝不苟地复制进了自己的灵源 这位千古一帝希望用这样的方式 将他创建的大一统帝国 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 在死后的世界里得到最大程度的延续 这一路走来 仿佛已经看见了秦始皇大一统的理想 理念和梦想 统一货币 统一杜梁恒 统一车轨 甚至统一文字 这法令的统一 文化的统一 造就了传承至今的文明 那我想那兵马勇守护的不就是 秦始皇大一统的梦想吗 不过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我们还没有谈解 这儿 大一统 这是秦始皇毕生的追求 可能也是兵马勇和秦灵 想要留给后人的真正信息 如果这个推理成立 那么秦始皇留给自己 与后世最辉煌的奇迹 应该就在风土之下的地宫里 下面进入增见时刻 最近我总觉得养生很重要 我开始做了一些 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总结下来就是 饮食有节 起居有长 运动有度 情志永恒 在外加平时自己 再多注重调养一点 毕竟养生是人生大事 不能懈怠 李老师 刚才我们来的这个路上 看见那边那座小山嘛 还挺高的 那秦始皇的地宫 就在这个下面是不是 是的 就在我们前面看到的 这座人工夯柱的小山下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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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老师这个地宫里是真的有水云柱城的江海吗 当然这个我们现在还没有打开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 但是在这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就对这个秦始皇陵风土的土壤做个分析 发现了巩含量超标 始终在这个东侧和南侧大幅超标 并且有成片分布 按照司马迁史记上的描述 秦陵地宫将是一个世人无法想象的人间奇迹 上句天文 地宫顶部会有星宿图 还有叶明珠交映而成的日夜更替 下句地底 由水银灌注成的江湖河海 在机关的作用下循环流动 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 哪怕进入了未知的死亡世界 却终究放不下他的大一统王朝 李老师 秦始皇本身是一个虽然家喻富小 但是他也是一个挺有争议的一个人 那您是怎么解读他的呢 秦始皇在后世的记载中 多于一种暴君 暴君的形象出现 后世对他的评价多是负面 但是这些年 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 逐渐解释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秦始皇 它代表后世的制度 这些文化 至今还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明中 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首先毋庸置疑 秦始皇陵留给我们 是一笔非常宝贵的文化遗产 从秦始皇陵园的规划来看 它主要是有这么几点 一个呢是反映了古人 誓死如是生的这种观念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秦陵也可以看作是秦帝国的分排 就是仿造它的都城来建立的 代表了大一桶的这种思想 第二个就是皇权至上的这种体现 威俄的风土 各种象征着官属机构的陪葬坑